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原区则有五条路线 其中处级到两条 中级到两条 高级到一条 雪场最大坡度28度 最长滑走距离5000米 汤泽高原的规模不大 但它与Gala和十大碗山是有联络到的 可以通过乘坐缆车到达其他的雪场 三个雪场间 还有免费的班车可以乘坐 虽然是绝景雪场 但当天最高气温有10度 还在下雨 所以去乘缆车的时候 其实情绪还有点低落 好在随着缆车的上升 看到了云雾缭绕下的汤泽 和晴天相比 多了一丝神秘的仙境感 今年汤泽高原的运营 已经于3月26号结束了 不过作为有名的观光地 还是能撑缆车上山 一览月后三山和谷穿越的山景的 我们到的还算早 所以雪坡上还留有面条雪 乘坐高原缆车 再换成山顶缆车 就能到达雪场的山顶 滑雪场的主干路线 也是看风景最佳的路线 这条路线由最大斜度28度的上级路线和中级路线组成 山顶出来还有一条在树林中滑行的初级迂回路 高原区域主要的滑行路线就是现在这条主干路线了 在主要的中央雪坡上 能看到城市被群山环绕着 还覆盖着白雪 看着这样的风景从山顶滑下去的时候 就会感叹 除了露营 爬山 滑雪又增加了我看风景的不同视角 小伙伴们喜欢滑雪的理由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里告诉我哟 总的来说 汤泽高原滑雪场是一个比较适合练习技巧的雪场 道内没有特别多能探索游玩的区域 也没有设置公园区域 补餐 我们是在山上缆车站出口处的意大利餐厅 阿努比诺吃的 店里的披萨都是在窑中献烤的 我们点的是一个玛格丽特披萨和一份奶油意面 披萨的饼皮很薄 饼底和饼边都是带着焦香的脆脆的口感 马苏里拉芝士味道浓郁能拉斯 和披萨相比 个人感觉奶油意面的味道反而不是那么的浓郁 相较于意面 我还是比较推荐现烤的披萨 要说汤泽高原的优缺点的话 优点是一 从越后汤泽车站出来徒步就能走到 第二点 雪超小 所以线路很好理解 第三点 能否看到越后三山和古川叶的美景 缺点的话 相较于之前滑雪日记中介绍过的几个新系雪场来说 线路比较少 可以滑行的路线比较单调 硬件设施方面 越入口就在越后汤泽车站出来的街道上 温泉设施和吃饭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唯一要注意的是冬季降雪量大的时候停车场会封锁 开车的小伙伴们记得要提前搜好备用的停车场位置哟 去雪场情报网站统计 汤泽高原滑雪场 初级者占34% 中级者占39% 上级者占8% 雪场的评价是5分满分的3.5分 以上就是这一期滑雪日记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 我们是喜欢户外和旅行的南南某某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 投币 分享 关注我们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